的士去年7月加價 不夠一年又表示石油氣價高企申請再加 市區的士申請起標價由現時20元加到22元 加幅近百分之五 大嶼山的士起標價就由15元加到17元 加幅達百分之四 新界的士加幅最厲害 起標價由16.5元加到19元 平均加幅達百分之八點六 如果獲得通過 最快會在7至8月加價 的士同業聯會表示 相信乘客會接受 初期的擔憂就一定有 但是漸漸都 因為乘客也很明白 他們也知道生活通脹各方面的東西 漸漸 而且不只是我們的交通工具 所有的交通工具 都是為這個燃油附加費 為這個燃油的上升 他們都是申請加價的 例如小巴 巴士 他們都在申請中 他們又說 考慮到前線的士司機經營成本增加 呼籲車主暫時不要加車租 長遠就希望政府引入燃油附加費 以及加快申請加價程序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張淑慧報導 這擔憬 還有